原告的訴訟代理人是李振華律師被告是外交部法庭代理人是吳釗謝 在這個補充理由狀當中我特別 跟我的律師李振華商量我們討論了以後特別補充了一點 這點外交部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答辯 好吧 第一個 護照這件事情是什麼護照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護照是 國民國籍身份證明 所以呢合法出境的國民 依法不得扣留護照 就是說我們是按照正常管道去美國 這段可能很多人都忘了就在2019年 在COVID很嚴重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我帶著小朋友先到美國來 因為我女兒要在舊金山管學樂團參加一個 一個真事 那我就帶他們出來順便看看學校再打算說看是不是 找個時間呢 因為我在台灣要應付這麼多的官司而且 被國家機器追殺 那不要去波及孩子們 所以是不是把孩子送到美國 那在我姐姐的住的地方在附近找一個學校 所以我們就在2019年的 3月份 出境然後6月份呢 又出境了一次 結果沒有想到 在我出境之後那時候因為非常嚴峻的情況之下 所以 當時我們出境出國的時候做飛機還把自己打扮跟真的跟太空人一樣 好全身的這個面罩互進 各位可能忘了3年前其實是蠻嚴重的情況 所以我帶著一個皮箱 我們就一個皮箱 裝了一個一個星期的衣服 就來到了美國 正要準備回去 結果因為疫情非常的嚴重 後來呢 我就收到台北地方法院的開庭通知 這個開庭通知呢 事先也沒跟我們約時間 因為一般正常情況 法官都會希望 原告被告瞧一下 因為 開庭審理的目的不是為了要突襲你讓你不能出庭 而是要好好的來 站在一個公平的立場呢 來審度雙方的攻防 結果沒想到 這個庭是突襲的方式 在我出國之後突然發了開庭通知 於是我們就申請 視訊因為那時候我真的 基於疫情各方面我真的沒有辦法回去 所以我們就要求視訊開庭 這很正常啊 因為我前前後後有很多庭 包括在英國的部分我們都是視訊開庭啊 結果沒有想到 被拒絕了 拒絕的理由不祥 沒有任何理由拒絕 而我從那個之前到那個之後 一直到最近每一個庭 還包括我出席英國的Tribunal Court 全部都用網路沒有一個拒絕 在台灣這三年還有英國加起來 至少出了20次的庭 沒有任何的問題 唯獨一個不准我視訊出庭的 就是姚念慈跟劉承武 這個一搭一唱的惡觀 好結果他不准我出庭 網路出庭 那我就沒有辦法網路出庭 但是我的訴訟代理人李政華跟張靖 我們派兩位律師出庭 結果惡觀姚念慈 他連這個 準備程序都還沒有 他是開始做人別訊問 就問我為什麼沒到 我們都已經請假 而且跟他要求視訊 他故意的 他就說你為什麼沒到 第二個 就拿我們的書狀上面說 為什麼我的書狀 上面沒有我的親筆簽名 怎麼會有我的親筆簽名 我人就在美國嗎 可是我寫了 訴訟代理人 我授權訴訟代理人 我們已經簽過了 跟訴訟代理人之間的代理合約 所以張靖跟李政華都是我的合法的訴訟代理人 可以代我出庭 而且準備程序庭 在法界的律師說過 準備程序庭有的時候 他們律師還刻意叫被告或者原告不要到場 因為準備程序庭全部都是法律相關的細節 有時候原告被告去會亂事會壞了事 因為他們不懂法律 可能會亂講或者是 讓訴訟沒有辦法很順利 所以 很多情況下 實務界會要求他的被告 在準備程序庭的時候可以不用去 律師出庭就可以了 律師去跟對方去做徵典整理 證人證物的安排 所以 這個庭我們有一定要去不可 更何況在這之前的準備程序庭 我已經出庭過了 所以不是如1450817講的我根本就沒有出庭 錯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姚念慈剝奪了我的網路出庭的權利 而且剝奪了我接受公平審判的權利 掉頭就走 說後合辦 然後就發布通緝 所以他這整個是一個安排好的局 甚至他們找了姚念慈來當法官 這個過程包括流程我覺得是精心安排的 一定是去找什麼人可以被這個高層了 可以言聽計從 會很乖的聽高層的話 就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我被發佈了通緝 通緝之後 事情沒了 把我的護照給沒收了 所以我接下來要告的 就是外交部沒收我護照這件事情 好所以呢 這個李政華律師在我們的行政的答辯狀上面 我們的意志狀上面呢 寫得很清楚 行政補充理由狀 他說 按照護照條例 護照是由主管機關或者駐外單位 臨時館 辦事處 所頒發的 用以代表國際旅行的證明文件 護照的適用對象是 有中華民國國籍者 所以我有中華民國國籍 護照是我的權利 這不是 外交部的權利 不是說外交部高興發就發 不高興發就不發 那是我的權利 所以呢 護照本身除了是一個旅行文件之外 他也具有國民的國籍身份 同時等同於我們在國外旅行的時候 我們的身份證明 我剛在第1節的時候講過 我說如果我們身上沒有護照 很可能有些人可能年紀大的 或者說在美國沒有留學過的 他身上可能沒有其他的證明 他就是 他可能有 May I have your ID, please? ID 我有駕照 所以我有國際駕照 或者是說我有當地的加州駕照 那是 ID 但是對沒有人來講 他們最能夠相信你的是你的護照 特別是我們登機的時候 出國的時候你一定要護照 不然你就離不開美國 那你也不能穿越邊境去加拿大 反正你出國你一定要護照 那因為我沒有美國護照 我不是美國公民 網路上亂傳 那都不是真的 我只有中華民國護照 你把我的護照取消掉 那你是教我怎麼樣呢 所以將來你們這些人會被我告妨害自由 一定會告 就不用客氣 好 再來 所以呢 這等同是我在國外的身份證 你剝奪了我的身份 好 那麼 我們如果今天我遺失了護照 我必須立刻請外觀補發 不然會產生法律上或生活上面的重大迫切的 權力行使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護照遺失是緊急事件你要跟外觀辦理 可見護照是非常重要的身份證明文件 那麼我們再舉個例子來講 今天我出境 出境有兩種 一是合法的從國門出境 另外一種是偷渡出境 對不對 好 偷渡出境的人 你沒收他的護照 有一點道理 為什麼 因為他不打算使用他的護照 他才偷渡嘛 但是我出境是合法經過國門 正常程序出境的 所以我既非潛逃 也非偷渡 我完全沒有任何的非法 我是合法出境美國之後 你對我做突襲式的開庭並發布通緝 所以當時你發布通緝的時候 我人已經在國外了 而且我是合法的出國 不是發布通緝之後潛逃出國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兩個概念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憲法規定 護照還有憲法的 相關的人權保障規定 是保障國民的基本人權 根據比例原則 你可以因為一個 未審就發布通緝的案子 去沒收別人的護照嗎 這樣的做法沒有一個國家 沒有一個懂法律的人 可以接受這樣子的一個判例 好 那麼 這個過程當中 雖然法律有規定 就是說 如果國民有下列這種情況 可以禁止他出國 包括通緝 也就是說一個人被通緝之後 可以禁止他出國 那個叫做限制出境 但是不是通緝必然要限制出境 限制出境 可以是通緝的附帶處分 但是不管是不是附帶處分 對我來講 我沒有出國的問題 因為你通緝我說我人已經在海外了 而我海外不能回來的原因是只是不能回來開庭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通緝了我 沒收了我的護照 這對我的人格也好 對我的權利也好 是莫大的一個 侮辱 所以我說這個東西將來呢 我在民視的時候會做精神跟實質上的損害賠償 你們這些惡官真的別跑 只要在這相關的文件上面 你們蓋過章的 我不管你是科長還是科員 我通通一路告 而且我一定告到底 所以呢 不管是護照條例或者是任何條例 今天我是合法出境 今天如果你要對一個通緝犯加以限制他的行動 是禁止他出國 所以你唯一能做的事情是你有種的話 你申請跟美國的警察把我給引渡回台灣 那我問你有沒有種 你當然沒有種 為什麼 美國人聽到有一個人防害名譽加重誹謗 譯謗總統被搞到通緝 他們笑的牙齒都掉滿地 因為第一個 美國人每天都在罵總統 不管你講什麼 拜登的兒子怎麼樣 拜登的學歷造假 什麼都有 有一個人有事嗎 沒有 好 縱使有事好了 這是非常輕非常輕的罪 沒有人在給你什麼刑事 更沒有人給你什麼通緝 更荒唐的是通緝完了還沒收護照 這真的是荒天煞之大雞 所以呢 我們第一個破口 我們針對於外交部的護照事件 我們就告到了高等行政法院 台北行政法院 當然有人告訴我說 你不要忘了 你台北行政法院 後面還有高等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最後呢 表姐夫當道沒有關係 我看你表姐夫能當多久 好 我們這些案子一啟動 至少三到五年 還包括了刑事跟民事會更久 所以 這是論我們的另外一個突破 而且這也是台灣人權指標的一個重要意義 所以大家呢 用加一來互相打氣 好不好 我們會在這一個重大的人權指標事件 向國際間證明 台灣不是一個沒有王法的地方 不是高興老娘要關誰就關誰 老娘要通緝誰就通緝誰 我可以用我的惡觀去做任何一個違法的事情 這件事情放在聯合國的人權公約 是非常諷刺的行為 所以我相信這些事情將來有一天 也不用多久 蔡英文下台之後 這絕對都是會成為一個配套的國際醜聞 所以 隱藏的事沒有不顯露出來的 蔡英文 這個騙子晚歌呢 其實一步一步的 已經走到了她的終極目的地 那麼 公平正義的曙光 也逐漸在天邊 慢慢地透過微韻的光 在告訴我們 黎明即將來臨